iO科技 关注iO科技获取最新案例 我是姜哲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 华为Mind XS的微信案例 这个机器 当时在拆解的时候 觉得是不可能修到 这个机器客人反映说是重摔 去售后换过屏 然后还是没有触摸 可以充电可以开机 我们来看一下 是滑不动的 是滑不动的 虽然说去事后换过屏 但我们还是要遵循一下原则 由外有内 由于我们自己有一台机器 接下来我们先拆出它的主板 因为它机器它是拆了的 它没有装回去 直接这样发过来给我 我们装到自己的屏上 来试一下看它们的触摸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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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那么通过这个测试以后 我们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排查主板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这个主板的下方 这个屏蔽罩已经扭曲了 就是摔的有点变形了 非常的旺 经过测量以后 发现它的显示触目 这边有一个是没有阻值的 这个角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反应 这边数过来是 这边有个D线 我们记一下 一个D线 然后1 2 3 这样数简单点 要不然记这个太长了 没有阻值 我们拿我们自己的好绑 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接地 1 2 3 470多 这边是有的 通过刚才的测量以后 我们发现有一个角 通讯是不正常的 由于没有图纸 怎么办 我们只能拆出自己的绑来检测 经过判断以后 这个点应该是通CPU的 但是由于这个板是双层主板 也有可能重摔导致中层有点虚焊 那么我们暂时也没办法判定 我们先分层 然后看一下下面有没有断点或者是虚焊的情况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点 看一下有没有阻值 没有啊 也是没有的 它边上这一点应该都是有 那么有 正常它应该也是470多 刚才我们拿过好板测过了 是吧 这边是没有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能要考虑去重做CPU了 但是做CPU大家应该都知道 相对来说它的工时也比较大 风险比较高 那么由于这个机器是二修机 售后那边它是有处理过的 也有可能会造成二次损伤 所以我们要对整个主板 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显微镜面观察 然后我们才能确定 好吧 经过了仔细的观察以后 真的给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确实是差点要让我翻车了 我们来看一下显微镜 这边有一个螺丝柱 可以看到它里面已经被打穿了 可能售后在换屏的时候 螺丝打错了 比较明显了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 这个螺丝柱下面的线有没有断 也比较简单一个方法 但有的时候行 有的时候不行 我们试一下给大家看 组织这个点搓好 这个螺丝柱上面的圈也是接地的 接地的 我们点住 这样肯定没有 我们用力往下压一下 看到吗 就来了 477 非常标准 真的是得了全部费功夫 那么接下来我们拆掉螺丝柱 然后看这个线断得怎么样 现在给它放点焊油 直接烙铁焊都能焊下来应该 烙铁 然后我们沾一点锡 好 动了 如果你感觉温度不够的话 可以稍微带点枪 因为我这烙铁调的温度只有300多一点点 OK 哇 666 先清干净看一下 我去 我们拿一个小的打磨机 这个比刀片要好用点 要快些 好 因为它这个线可能里面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 不要打那么多 尽可能保全 安全 是吧 刀片再扶住一下吧 这边看到很多小线 所以就不能直接打了 看到吗 这个断的就很恐怖了 清完以后 清完以后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动挡多的线 刷一下给大家看得更明显 看到吗 哇 这样 接下来我们飞线的方式是这样的 这根和这根我们直接 因为它连这边 这里也断了 是吧 我们直接从这边拉到这 从这边拉到这 这里也是很脆弱的 我们直接 这里可以连 也可以直接从这里拉起来拉到这 这么三根 这根是还好的 没有断的 这根是没有断的 那么接下飞线 先上点锡 你们在视频里面看起来很大 其实它很小 看到没有 这是我的手 我拿出来的话就更小了 如果像这种这么边上的 你怕你的烙铁比较粗 还会把刚才你捕的另外一个线带下来 你可以用风枪去捶 这看个人喜欢 好 最后一根这里也补一下 因为它有点短 上锡 刷干净 看该绿油的时候要把线稍微起来一点 因为这个线它可能会导电 会碰到边上的其他线或者地线之类的 我们先测一下 先把它调整起来 先把它调整起来 万一粘着不好 好 我们再测一下 来了 470多 OK 我们先把绿油先补好吧 等一下再合成 这个焊盘的话 我们不用去直锡 也没有直锡网 包括苹果X 我都是不直锡的 有些人喜欢直锡 这看个人喜欢 我们之前也讲过方法 直接放上焊油 用烙铁去拖下锡 把每个点都拖得比较均匀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们直接测试 亮了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摸了 还是不行 开玩笑 可以了 可以了 接个锡 720 有主 可以了 能进来了 那么这样 因为还有很多外配 它都是打包了 售后打包了的 我们现在没装 行动功能也测不到 待会等全部打好了 再做测试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 快点 吃 咱们 在舞台里 拿走 我们这样还是不提前 好 谢谢 加油